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我是邱振宏 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邱医师最近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手术 这个手术是帮一个有乳头凹陷的小男生 修正了他的凹陷的乳头 大家一听这个乳头凹陷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乳头凹陷 为什么男生也会乳头凹陷 其实乳头凹陷当然女性比较常见 困扰也比较多 通常都是因为本身在乳头的下方 它有一个纤维结地组织 把这个乳头往内拉 所以引起这个乳头向内缩 就变成了一个乳头凹陷 为什么这边会有纤维组织把乳头往内拉 可能的原因就是你的乳头曾经有感染过 发炎过 那里面形成了结疤 疤痕的组织就是类似纤维化 那就把乳头往内拉 或者有的人是因为里面下方有一些肿瘤 那肿瘤也会引起这种反应把乳头向下拉 那当然如果是有肿瘤 这就比较不好 不过一般来讲都是不会那么严重的问题 那可能有的人也是因为先天 就是可能乳头的发育 也会形成乳头凹陷的现象 那对于女生来说 乳头凹陷会造成一些困扰 比如说如果两边都凹陷 那胃膜奶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不管男生或女生 乳头凹陷都会形成 这边会积一些污垢 那导致清洁上的困难 所以也是会有一个个人卫生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 怎么改善这种乳头凹陷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乳头凹陷的分成三种不同的等级 各位可以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比较轻的 我们说是第一级的 就是你自己可以把乳头拉出来 那拉出来以后还可以维持在乳头凸起的这个状态 这个叫第一级 最轻的 那久了他才说进去 第二级呢 是你拉了出来 可是一拉出来放开马上就锁回去 这个叫第二级 比较严重一点 第三级是什么 就是连拉都拉不出来 这个叫最严重的第三级 那现在做这个乳头凹陷的手术呢 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就是把乳头拉出来之后 在下面做一些缝合跟厨制 让下面的结地组织能够撑住 不要让它再缩回去 那可是以前的做法呢 通常没有想到这一点 就是在这个乳头旁边 做一些皮瓣把它塞到乳头下方 那这种皮瓣只能撑一个短暂的时间 所以呢 做完手术以后呢 很快的就会收回去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能你做的 没有把下方的结地组织把它放松的时候呢 你必须做完手术还要造一个 很像一个导致的那个杯盖这样子 把那个乳头掉起来缝在这个杯盖上面 那回去就很难照顾 因为你想想看 这边凸了两块 每个乳头凸一个东西 那衣服穿起来也会很怪 所以这个造成术后生活上的困扰 那现在技术已经改良了 像邱医师做的这种呢 他就不需要术后还弄两个罩子 盖在乳头上面不需要 他直接就在下面做一些处理缝合起来 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刚刚做完的样子 这个本来是凹陷的乳头 做完以后马上就停起来 而且可以回家 不需要在外面做一些器具的一些辅助的帮忙 不需要 他直接就这样可以回家 而且成功率很高 九成五以上 不会再互发 不会再缩回去 好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乳头凹陷的手术 其实现在已经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局部麻醉 在底下做一些处理 缝好 当然这个要拆线 可能大概十几天左右 就会来拆个线 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从此就会有乳头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女生 二十几岁了 乳头都没有见过天日 一直埋在里面 结果呢 她一做完以后 她很开心 她说哇 我的乳头终于重见天日了 而且拥有很好的敏感度 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